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前某网站发起的关于2012年央视龙年春晚你最想看到谁的投票当中 韩庚就以超高票数委居前三名 现场我们也就是否接到春晚邀约 是否再次与董捷合作的问题向韩庚本人求证 不过碍于签署了保密协议 韩庚只能无奈地三肩七口 再次合作 他这么说吗 那我还真不知道 那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别人给他传达的是错误 但我现在是真不知道 会跟谁一起做 你现在有在准备一些歌舞方面 还是其他的一些小品牌 其实这些东西我都签了合同 就保密不让我说 对 就罚款 罚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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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较 肯定也是罚钱很多的 我的演出非常败了 南非之后 韩庚的事业可谓发展得顺风顺水 不仅发行了新专辑更新 还参与到了多部电影的表演 各种代言合约更是接踵而来 现场韩庚也透露 自己正在准备第二张音乐专辑 希望可以尝试一种全新的曲风 我有可能会去参与创作 那曲风 音乐风格呢 有可能跟以往完全不一样 但有可能在内地 在国内几乎都没有 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曲风 所以这个风格呢 不光是在舞曲方面色等等 都是我觉得都比较 现在最有限的一个 音乐风格呢